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股市方面昨天国际发展 导致连续第七个假日上升 和创新高 创新率新高 但其他两只主要指数 昨天有点回吐 港股方面 在这么平淡的环境下 今天107.5波幅 高在33点之后的恒指 最多是升过84 最差时曾经跌过23点 终于收市 升31点 报移7,562 升幅0.1% 成交比昨天轻轻少了 806億6千万 国企指数方面 更加窄幅上落 低波幅加上 只不过只有52点的波幅 国企指数今天 低了2点之后 曾经 升过39 最差时跌过13 收市11,03 輕微升一点不够 再看看今天 虽然指数比较平淡 但今天难得上升股份佔多数 整理大市方面 五成一股份上升 恒指成分股有六成股份上升 国指成分股有六成半股份上升 好 看完十集会有 港股全日收市价 第一位就是 700腾讯 匯升2.8 哎呀1号仔长 今天跌3.4 跌幅3% 盈富金融无起跌 匯控升2.5 公行升一线 匯控升2.5 公行升一线 长实地产升2.8 升4.4% 两间公司公布业绩 股价走势很大分歧 好 接着还有 93个建行升一线 中国平安跌2毫 国寿跌2.5 175吉利汽车 今天又是大吉大利 今天升了7.6 升4.3% 好 哎呀 等我 先点个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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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大家 不知大家 留了什么言 好 回来了 好 接着呢 不用说了 焦点都放在长和系的业绩方面 昨天长和公布中期业绩 顺利按年就升了7% 收入升5% 以必大升2% 中期业都按年升6.7.8% 其实呢 各大劝商普遍都是看好他的 我们看一些券商的反应 最理想的就是瑞信 他看由122元目标价 调升到131元 评级是跑赢大市 野村人116元 调升到126元 番茄由115元 调升到122元 两间券商的评级都是买入 李昂由121元 将他的12个目标价调升到120元 评级是跑赢大市 德银就位置115元的看法不变 评级是持有 大摩的看法就是109元 评级是增持 其实真的很好 各大劝商最差的那间 都看他是增持 最差的看109元 最理想的看131元 都很大分歧 长实地产的劝商又怎样看呢 长实地产 他昨日公布的中期业绩 就是核心盈利升1.4元 顺利升6.7元 中期仍也升了1.7元 有4.2元 而且劝商方面 对他的看法 其实都很清一色 看好的 最理想的是 麦格里将 长实地产的12个目标 68元 7.3元 哇 升到92.3.5元 评级是跑赢大市 接着高盛 是76.1元 调升到77.9元 买入 大和维持75.6元 买入 李昂67元 调升到71元 评级是可行大市 德银66.1元 升到68.6元 都是买入 花旗 61元 升到66.8元 是中性 其实你见到 长实地产 那些劝商的看法 都一样大部分 都是清一色看好的 而且那个 不过估计的 夸张些 由1.30元 由92.3.5元 到66.8元 都有 真是 真是挺大分别 还有 今天中午 也有另外一间 地产公布在中期业绩 这间就是 希臣轻业 西日岸年升百分之2 亿17.918万 基本日理12.278万 岸年升百分之4 顺利7.468万 岸年跌1.7元 他最主要 都是因为有个 投资物业估值 公平值 亏损引致 中期息2.6元 就没有起跌 跟去年同期比 没什么分别 大摩的看法 就觉得 希臣的中期业绩 比预期差 而花旗 就说 跟他们的看法 预期相近 维持中性评级 目标价在36.2元 一众地产股 长十和长和 就入了十大 其他一众地产股又如何 其实是普遍做好的 今天的地产股 其中长实地产 还有十大 加两齐升 跟着 行基地产 升百分之1.3 匯得丰丝百分之1.2 新地升百分之1.1 升幅和九仓 都是一样 然后 另外 希臣公布了中期业绩 之后 今天跌百分之1.3 跟华智一样跌百分之0.1 但另外 好像香港集团 信火置业 香港地产 加华国际加利建设 都是升百分之1 不够的 今天中午 公布了中期业绩 包括有大酒店 中期盈利是1.8100万 按年升至1.9 顺利是5.195万 按年升至1.6倍 中期色派四仙 可惜今天大酒店的股价 只是轻微升六仙 收13.94 今天是什么呢 继续独领风骚的 是什么股份 继续都是资源股 其实当然是炒什么呢 是炒一些色迹路 即是周期性股份复苏 基本金属股今天各月发展 但是钢铁股 继续如入无人之境 其中二就是重庆钢铁 再升幅至4.2 马国雄安钢 最后到跌了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上升的 西欧特匡和东方集团 升不较1% 还有 说明说 现在就是炒一些周期性股份 煤炭股今天才是夸张 煤炭股 中煤能源升7.4% 演参煤升5.3% 依太煤炭升了2.1% 还有一些比较二线的煤炭股 表现一样是理想的 好像是宏海高薪资源升5.1% 蒙古能源升5.4.8% 蒙古能源升5.2.8% 杭顶升6.3% 亚洲煤业升1.3% 流动进安资源跌1.7% 除了煤炭股之外 还有今天的航运股表现都很出色 其中二者中外运升7% 中远海洋升6.7% 中远海洋升6.7% 中远海洋升6.6% 接着招商局港口和中外运升2.6% 中远海洋升2.5% 太平洋航运升1.8% 不单如此 还有就是潜伏多日的 过几星期未炒过的汽车股 今天终于都达到他们发威了 其中包括有三间券商都上调了华晨的目标价 主要就是看他新出的汽车型号 就是会买得好 其中就是大摩将他的12个目标价 16元调升到32元 摩托也是看12元目标价 评级是增持 两间券商都是 而瑞信就是25元调升到22元目标价 投资评级也是跑赢大市 汽车股方面 今天表现理想 其中就是吉利人物十大 华晨真的不得了 升到8.9% 接着就是比亚迪升到0.5% 北京汽车升到1.9% 廣汽升到2.4% 长城汽车升到0.6% 东风升到0.9% 除此之外还有些汽车零售商 汽车零售商方面也是做得好 美东汽车升到4.8% 中升升到4.7% 永达升到6.2% 还有广汇保障升到1.3% 是内势特 内势特有点不同 连续跌了很多日 今天是再跌4.1% 正通再跌0.4% 还有一类股份 你真是猜不到是它 君公股 军公股 军公股方面 第一就是中印局势紧张 还有就是现在是均现军节 军公股 你看看今天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升到7.1% 中国航空工业国际升到5.3% 中船防部升到5.2% 航天升到2% 就是告诉你 市场真的不太上落 还有现在开始 去到股份轮流炒 通常肯 其实过去大部分时间 都是一直 港股虽然由年头升到6年 未升到7个月 但其实是早段的时间 前期的时间 一直都集中在一些强势股方面 但现在你看到 那个升幅如实是蔓延到其他股份 这个也是市况 是开始暢旺的表现 升了这么多 你说是不是还是这样 一股作气冲上去 就不敢说 但是可能休息一休息 你见现在 真是投资者 见落一点 已经急不及待去想买货 似乎 向28000进军的机会 都是较大的 都是做淡仓的朋友 都是看着脑响 唯独不太走 就是继续赚内地股市 内地股市方面 哎呀 今天是一切都是下跌的 今天就上升指数 单于4点之后 升过13点 跌过10点 成交3200 终于收市就跌10点 收3262跌0.3% 那就是全日最低的位收 成交比昨天多 有2856亿多人民币 深正成份股指数 就单于10点之后 曾经呢 升过14 结果差2点 就是全日最低位收市 收10361 跌74点 跌0.7% 不过今天内地 就是军工股 都是做得很好的 至于深正成份股指数 就是到深圳创业板指数 今天跌1点之后 最差跌过8点 最理想升过13点 地理想都是升过1点 收市就是跌13点 收1719点 幅0.8% 讲笑了 最差的时候 应该是说 今天差1点 就是全日最低位收 也都是 今天呢 咦 没有人跟我聊天 今天 不要紧 你们太内念了 今晚主要的 经济数据 和6月的贸置 今晚会公布 季度业绩的 美国大企业 包括股神旗下的 和保险公司的 是颜色牙的 主要是看看 这些数据 表现是否都是理想 过去两天的 私人人力资源公司 编制的数据 就一样 看看今晚 隆公布的数据又是怎样 好 总之就是 淡仓也是看路走 玩一下即市好 似乎是有如未尽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留下星期一再 和大家见面 拜拜